百家乐赢钱的秘诀就六个字 单双跳赢到笑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红蓝研究者 接下来我们说说五猪鹿 五猪鹿的排列总共有32列 五猪鹿的反打规则是 五猪鹿的每一列第一口都不下注 每一列的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第五口反打 或者正的,它中一口就停 像这种模式的话 总共打到有,它能打通30列 30除以32等于93.75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93.75%的列是能打通的 它并不是说它的胜率有这么高 胜率它永远是50%上下波动的 不管任何方法都是50%上下波动 主要的要盈利靠的是注 当然我们按列打的话 它相对于93.75%的列是理论是可以通过的 但是我们经常会碰到黑天鹅连续五一列或者两列三列打通 那这个五猪鹿怎么切入了 那我们就在两列或者三列 全是连比较旺的情况下转到转成到比较旺的情况下 再进入,再切进去反打或者正打 主要看五猪鹿的排列 它这些排到底是正打的胜率高还是反打的胜率高 要根据每一学排的实际情况进去再进行判断下注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这个反打 有时候正打要根据不同的排阅 根据我们这个正打和反打的胜负路来判断再切入 这样效果要好一点 所以我们要避开的死穴尽可能连输的时候 等它转成胜率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再切入 对两口或者三口 我们看到胜率比较高的时候再切入 红蓝就是不管你任何方法 最终的胜率都是在50%上下波动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五猪鹿呢 五猪鹿的话就很多人他不会打 至少的话他里面打四手 四手的话中一手 刚开始的话可能三猪鹿,四猪鹿,五猪鹿 有的人先打三猪鹿 三猪鹿两手打不出来 我们就去打四猪鹿 四猪鹿打不出来的话 我们又去打五猪鹿 有的人打不出来就去打六猪鹿 这样一次的增加 关键是我们要通过某种方法去打 在什么时候正打 在什么时候反打 这个很关键的 有时候医学牌你反打打不出来 那你马上就要切换到正打 正反交替 思路的转化要是非常的灵活 但是有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 你刚切换过来 它又是左一巴掌右一巴掌 你本来是对的 切换过来又打错了 所以我们在实战的过程中 一定要忠询 就是他这种出手的速度和频率 次数一定要放慢一点 一定要是多看多分析 再去主要的是控制住码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其实方法 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引起 最关键的就是住码的控制 红蓝就是一个住码控制 住码的分配和调节 实现要实现盈利 主要就是在正负胜率50% 对冲情况下 你能达到实现 马差的对冲实现盈利 必须要有这个才可以盈利 欢迎大家的收看 我是红蓝研究者 喜欢我的频道 可以点赞关注订阅 非常感谢